Testing testing 熱身完畢之後呢 我們試多兩條Part Super 那當然了 找回一些比較恐怖的東西了 第二題太簡單了 第三題都簡單 我遲些會說回 Level 2 而已 Level 2 你自己計算 我找一條Level 3 出來玩一下 啊 這些啊 夠恐怖 那我Level 2 那些我先跳完 一開始找一條Level 3 看不見了 那再一次 永遠都是這樣變態的 你看到一些英文比較長的 那也是那句 整條題目不是就是考Conference 那樣簡單的 它不是就是考CI 它可以混合很多東西 好似這條題目 先來看看這條題目 看看什麼 The price time of an aircraft from CDB to CDB 哦 即是飛行時間 由機繩子到機繩子 然後飛行時間 就Model by Long Distribution 那飛機那也是的 這些時間 是一模一樣的 飛行時間 總會有點不差的 所以之後 人家就說 這個mean應該 每個時間 飛行時間 就是population distribution 這個mean 從 past experience 30.8% of the price took more than 10.6 hours 這些就小心一點 因為人家A part 行的什麼呢 A part 行的什麼呢 是 基本的normal distribution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population 來的 30.85% more than took more than 10.6 30.85% 就是0.3 0.85 這個面積 那這個就是 mean 那這個就是 10.6 那現在 叫你計算mean是多少 那這些 這些題目呢 我們之前做了難的 所以那時候 你學完conference 都忘記了自己的東西 以前也要考 但高擺成效的 那叫你soul that meal 是10 那你要soul 難不難soul 不難soul 那我再一次 這條算式怎麼寫 啊不是 一開始他連個 random variable都沒有 要不需要自己soul 要啊要啊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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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開marking 一起看marking 你確保你會做 啊 marking也好煩喔 這個 paper2幾 paper2 A還是B pymax 分好多份paper 看看先 不是 不是 看看先 我 先 那你先做著 我marking有時間 找我給你聽 2B long track 還要找到了 那首先啊 我建議你 拿回random variable先 那 px大學10.6 就是0.3085 那轉回到reset 那0.3085 就是0.5 就是0.5 你試試塗個表 0.3085 是否 就是0.5 那 Local distribution table 有沒有打回來啊 沒有 手機有 真的有先進 那我就說那次 一個你沒有的 Local distribution table 你在試試 啊 不快 那 時價交話 告訴你 塗個表 那你計個表 就計完 那你說難解 再一次又不難計 之前計過難解 好 亦都不是我們 今天的重點所在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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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A part 有沒有大問題 很標準的 normal distribution 的題目 沒有鼓勵精怪的東西 那你看到下面 還是放1.2 這個頓目 又不是放什麼sign over 開放A那些 上面的sample也沒有 好 基本normal distribution 有沒有大問題 沒有 就Part B了 好 Part B 好了 最近 Ani 就 換新機 接著就希望縮短個飛行時間 接著 新飛機的飛行時間 就也是跟著 Modal distribution 就是要做的 但Mint 就不可以做Vue Standard deviation 就好像不變形 而一點二 好 故事明白了 是吧 好了 但最大問題 今次人家叫你 如何計算Vue 就說Random sample 小心一點 凡親看到這些字 你就立即打醒12分精神 再一次 題目 什麼時候會開始玩sample 你一定要很清楚 一玩sample的話 這些東西隨時不同的了 一玩sample的話 你計noful distribution 沒有很簡單的了 你的reset 你的reset 就未必是 X-U 除了send as 除了send as 除了send as 但這樣 那些東西先 Venum sample 就選擇了 那些time 就用來 Cruise to estimate U1 即是用XY 然後 接著 Property that the absolute error is estimation Nestan 什麼意思 明顯就這樣 哇 這個人馬上死了 W Absolute Error 要小於0.53h 什麼是Absolute Error Absolute Error 是什麼 就是我們平時 之前說的什麼 這個 就是Standard Error 誤差 但是再回看 Standard Error 還記得怎麼算 什麼是Standard Error 沒有背就輸了 好了 Standard Error 是Sigma over開方N 但是又很奇怪 Less than 0.53h 那我就就這樣 Sigma除了開方N 就是小於0.53h 就算了 那為什麼無端端 又給我一個機會 呢 為什麼又會給我一個機會 為什麼這麼奇怪 究竟在考什麼 Ci 又不是 所以 看這個圖片 黑人質 什麼時候自考Ci 呢 Part2自考Ci 如果你夠清晰的話 你看到Part2 你就知道它是Part2自考Ci Part2就送了N給你 跟著 送了Sample mean給你 跟著自考Ci Part2就容易了 N就送了給你 這個就是X bar 跟著 我先計算Part2 Part2我會計算 竟然 Part1我不會計 竟然 一會兒 反過來做Part1 你遇到少少位 又飛走了 真的再一次 什麼時候自考Ci 別人都說得很清楚 B2自考Ci 所以B1考其他東西 B1考什麼 古靈精怪 一會兒開估 B2 就95%Ci Ci最容易做 我先做了 Sample mean price time 這個是X bar 9.7 95% 就是減1.96 乘回Standard deviation 我們有沒有Standard deviation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有 1.2嘛 由頭到尾1.2 沒變了 除了開方25 那你發覺 咦這麼容易計的 再一次 Confidence Interval 就真的不是很難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去考一些concept的東西 連問一下你的Standard error 如果要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 小小小 你幾乎幾乎幾乎 你幾乎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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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 當然 那Confidence Interval 你幾乎幾乎幾乎 但是我還是說一句 那B1考什麼呢 Confidence Interval 真是懷疑 半公式讀機 而已 說真的 對不對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B1考什麼呢 你記不定B2就考了CI CI 不是CI 那A Part就這樣 Normal Distribution 那Part B B1 你猜考什麼 有什麼我們教了 但還沒考 剛剛我講了 應該考就是 Central Limiter Film 所以整條題目他不會重複考一項 考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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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l given the theorem 說些什麼就是 抽過sample mean 之後 但他又考你了A的話 那為什麼B呢 其實 即是拘捕了 是不是 好了 幫我們對著confidence interval 看看是否正確 還是那句 CLT 究竟選什麼 我們現在開估 好 認多一句 這題目是很麻煩的 那我們儘管看看 Part 2 Confidence interval 那我再一次 很容易而已 不容易了 因為單位也沒有寫的 有時候 題目還沒有單位 他沒有寫的 咦 為什麼兩個人在寫的 你還不是說兩位小數嗎 對咦 有 兩位小數就兩位小數 不寫單位也不扣分 原來有時候 很脆弱 但你做書的例子就不寫單位 公關考試呢 我扣分的時候有時候有單位是成為單位 那很少我這個位會扣分的 好 C2我再説是B2我再説是B2我再説一次 就這樣就完了 B1而已 C L T 既然是C L T的話 所以這個步驟就是這樣 既然你知道有C L T的話 理論上就是這樣 當然了 absolute sign 其實是比較快的 那 那我講一下 究竟什麼東西 上面那些東西其實你不用抄的 上面那些東西很快的 上面那些東西很快的 但是你看完之後你就知道了 哦 我認得你這塊東西 就是central limit of freedom 走出來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是的 但是 最關鍵就是 究竟條題目考些什麼東西 我們回頭看一看 你明知是考了central limit of freedom 的了 但是最大問題是 你有沒有把握做這條的數源 你還沒做過 那到底做什麼東西呢 那我現在再試一次 正常來說 absolute error 或者standard error就是這樣 Sigma 除開方N 那 理論上小過0.53可以 我寫一條不等式沒問題 但是最大問題就是 有機會給你的話 你就真的要當作是normal distribution 這樣計算的 那 但normal distribution 我再說一次 我們不是給standard error用的 standard error在哪裡呢 如果是normal distribution來說 就是說 即是啦 我2隻 還要什麼小過0.53 我都不知道真的要大過多少了 那怎麼辦呢 有很多同學就 已經不知道怎麼搞了 是不是 好了 其實呢 marking 我複雜了一點 我簡單一點 你還記不記得 你還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 standard error是怎樣控制的話 記不記得我們回頭 confidence interval 或者說回confidence interval 先吧 standard error始終是由confidence interval走出來的 咦 在這裡有個standard error 記不記得standard error是怎樣控制的大小 看回你六四一帝 幾頁一 第十二頁有的了 正常來說 好 就是這個樣子的物體 就是這個樣子的物體 就是這個樣子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個叫做standard error 看看 什麼叫做actual error 其實我始終不是叫做standard error 其實我剛剛的名字叫做actual error 有沒有分別呢 actual error其實是什麼 你以前在東幾學過的actual error 那是maximal error的東西是最大絕對的不差 那我還是說一句 這裡呢 LOOKS 說了一點點 Sigma 除開方N 是個standard error actual error的原因 你猜嗎 隨意的不是隨意 什麼叫做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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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差 不差 我想問問一下 例如以conference interval來說 什麼叫做不差 後面那個東西叫做不差 所以其實這裡 我會打漏一些東西 這個叫做standard error 書都有說的 但是整個東西 你的x bar加減後面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叫做 absolute error 那當然啦 這個concept是中幾教 中二教 你猜的東西有不差 那不差就叫error 但是為什麼叫actual 就是什麼呢 一定是正數 actual actual 代表actual style 就是那兩個集 error turnal 這個擺起都一定是正數 就是不懂得成分 成分 開方數 那整個東西叫做actual error 那在成分 開方N 就叫做standard error 那所以我再一次 這一個很多terms 要你記的 你一記漏了 那我學給你 是game over 但是當然 absolute error 這個我作的那次 非常喜歡 已經有這個terms 好了 這個absolute error 首先第一件事 absolute error 這一塊物體 好去到這裡有沒有大問題 先 沒有問題的話 好了 第二件事 所以我們改回我們條題目先 剛才寫完那件事 騙你們的 standard error sigma over 開方N 所以absolute error 那就小心一點 absolute error 理論上就是 z 乘回sigma over 開方N 好 好 好 第一件事 到這裡有沒有大問題 那人家說 好了 神經病 我幹嘛拆過圖 有用 好了 第二件事 這個 z 乘回sigma over 開方N 這一個 absolute error 要做些什麼 要小過多少 0.53 理論上是沒有錯的 你寫這句話 好了 但當然你剛才裝過Market 你就知道了 喂不是啊 他用probability去計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那麼 probability at least 0.95 最關鍵0.9 你怎麼用 probability來的 0.95 那怎麼用呢 要個absolute error 要小過 要at least0.95 但是為什麼是給你0.95 不是給其他機會率呢 為什麼是送個0.95 給你這麼脆脆的 因為有些同學開始知道了 CLT同 Covicine 那個關鍵很密切 就多一次 0.95 即是暗強 9.95 9.95 就是Covicine 跟他沒有關係呢 他沒有關係 好像有些關係 那當然了 再一次 給你看回marking scheme 然後你看看 看不看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再一次 頭幾個步驟 真的不用看 最關鍵是這個步驟 看看是否明白 我們剛剛寫什麼 我們剛剛寫 Z 乘回 Sigma 是多少 1.2 除回 開放N 要at least0.53 對 at least0.53 less than0.53 我們寫 我們寫這些 是這樣的 跟這條算式 有沒有關係呢 有沒有呢 剛才我們這樣理解 F2L 玩問2Z 成關 Sigma 不小 0.53 不小 95% 0.95 2Z 1.96 1.96 1.2 開放N 小於0.53 小於0.53 我想問一下 這兩條式 一不一樣 這兩條式 一不一樣 將東西調來調去 就是一樣 這個東西 收拾去 因為我們 括著那個東西 收拾一下 是不是真的一樣 0.53 大概 1.96 成 1.2 0.54 開放N 差一個等號 原來 真的一樣 一樣 等號 沒有所謂 有一次 有時候在Longwood 輸表上說 原來 我告訴你 以前 Times 人家始終 confinance interval 調得深一點 他就調了很多 例如F2Sign 上去 我們很少用 M1二級 我們M1最多 做這件事就是 F2L小於0.53 小於0.53 但是最大的問題 那個機會率 0.09 我們怎麼做 95% 就是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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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 你們自己做的時候 在Market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現在 更多在做法 不會完全解析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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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elektor 能夠 Morris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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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mente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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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inct 我真的好像上片普罩似的 但為何可以更換得更簡易 直接用這個一個項目 最後你想一下這裡 給民歌 聽你記憶臭 為何大家講得很厲害 因為再講到就是關於大學的訪問 當然可以透露一點 但是現在給你一點時間 給民歌 都很少 所以我會開始做的 Absolute Error 從小到53 我會自己設定一年以前香港的世界 他說幫我聽到0900和0900後 會直接重新回到1996 可能他在新年會做什麼 他會重新回到1999 現在要再計下計下計到 2028KGA出來計 但最大的題就是 這樣 這樣吧 他小時候 小時候是 其實有這7個 你都沒有負負的 什麼 你都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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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個 這個除外 你整個 你都不符合 你都不符合 你拿錢放後 你都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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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暫時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的話 不算下去 真的騙你嗎? 又不信嗎? 最後 為什麼我們可以直接這樣算呢? 原因就是 我們confidence interval 講的error是怎樣說的 就是 我們這裡有個 X bar在中間 by central limit film 就是CLT 就是central limit film X bar在中間 跟著你的mule應該在這個範圍 記不記得圖嗎? 在講這件事 在鹿市的第幾頁有 就應該是 21頁有 是的 順賴區間 咦?沒有了些東西的 X bar在中間 你的mule就是這個位 95%保證 這個mule在這個位 講的就是mule在這個位 95%保證 就是面積是0.95 這個位的面積 那別人就 條題目 剛才說什麼的話 那absolut error 那absolut error在哪個位出現呢? 如果是看不到圖的話 最後一顆 哇 這個抽到就好像我了 每個2分之間 白色那邊呢 如果 在大學STEP來講呢 這一款就會叫做error 真的 理論上 我95% 我都要集到最中間的位 沒有什麼都要集到這個位 這個位呢 集到這個位 就會變成error error還會分成 什麼time of error 和time of error 很複雜的 所以再講下去 就開始 不知是明不明 或者我抽時間 就更深一點 但是也有一句 那我再將東西 簡化一點點 講多兩分鐘之後 下一題的了 再講一次 要個error 是at least 先測 Properity of absolute error 那就 less than 0.53 就是你要保證 這個error 是 小過0.53的機會率 最低限度 0.95 講0.95 我再講一次 你的error要小過0.53 這個absolut error 在圖裡的哪裏看出來 這個就叫做absolut error 這個就叫做absolut error 你的x bar加一塊東西 減一塊東西 x bar加一塊東西 那我現在這個字 就像是absolut error的數 而這個當然 兩面都是absolut error 一個加一個減 那這些白酥酥的位置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代表你的meel 出了absolut error的範圍 即是理論上這個 白酥酥這個位置 我再講一次 就是 啊 我先去慢一點 absolut error 再一次 你不明白在哪個位置 呢 x bar 這個呢 再講一次 哎呀 這個位置 就是x bar加2z 乘回開方 over sigma n 是不是 乘回 sigma n sigma over開方 n 這個位置 去到這個位置 就是x bar 減回2z 乘回 sigma 除開方 n 那absolut error 就是 現在我螢光筆 游著這個闊度 就是absolut error 你的x bar加減 absolut error 就是保證的meel 則不可怕 而現在人家就說 麻煩你保證 那absolut error 小個力氣不差 那個機會率 最低限度的影響 那其實最低限度的影響 也很怪 你當是90% 其實最低限度的影響 那影響是誰呢 在說的就是 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 最低限度的0.95 你這個小的0.53 那個area 最少0.95 那有兩個 at least or at most 其實計算 你看回那個主巡 有大 有小的很凡 應該進來這麼簡單 他說 0.95 你養了0.95 他講的就是 那個小生 這個心 這個心 上來就是 0.95 0.95 所以你不懂 你不懂 0.95 我計算 1.96 啊 跟著 0.95 然後 哦 原來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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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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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得怎樣玩法的話 就知道了 原來是0.95 至少0.95 這個位置 刺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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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題目不多說了 因為是時間關係 但我認同那句 你發覺有些題目是挺難的 你尤其是不喜歡考什麼的話 我們還有這條 第八條 一條很長很沉的行為 凡真的很長很沉的行為 你做了可能會很迷失 你都不喜歡考什麼 但也有那句 人家一定會混合 一起考你的 看你死不死 或者看你哪一條 但好像我呢 我早些人都害怕過 首先你會問清楚究竟 他哪一條不考 哪一條 我再說一次 他不會連續兩條考C.I 也不會連續兩條不考 即是連續兩條不考 即是連續兩條不考 因為正常來說 即是連續兩條不考 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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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們會問清楚 對大家都這樣講 привyzence provincia居然所說的 當然是 THAT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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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最難不 性你不想改 第八題 我在說什麼 兩款點磁 波羅聲 什麼叫做 暴塌 墳梅 波羅聲 我還要說這個 好啦 那就 Mind night time Black Sheet Type at Black Sheet At least 240分鐘 無端端彈了 At least這個字給你 真是黑人真到爆炸 那最大問題是 At least 240分鐘 那這個還是不是個Mule呢? 但是他告訴你 小時候 At least 240分鐘 就是在說這件事 不等於 大過等於 死啦 你有沒有做過這些類型項目 我都沒見過 我當然見過 你沒見過 是吧 好啦 那當然呢 待會想一下怎麼對付他 Mule大過等於240 真是騙爆頭 好 好啦 當然了 Lifetime of Black Sheet Can be modeled by 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Mule A Mule A Mule A Standard deviation 又不送給你 好賤的 From the past record 79.1% Last longer 241.5 minutes 34% Fall within 2.2 minutes of the mean 接著叫你回Mule A 和Sigma A 擺明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純粹 而一次過考兩樣東西 就是擺明聯絡方程 那就是我們以前做過一件事 但當然了 畫圖畫多次 看看究竟 怎樣考法 好 好 但這條題目是翠致的 那麼 再講一次 第一個situation就是了 Mule A就在這裏 79.1% Last longer than 241.5 minutes 241.5 minutes 應該在這裏 241.5 因為如無意外 長過241.5分鐘的電池 那 79.1 面積是79.1 那即是這裏是0.5 神經病 這裏是0.5 Sorry 喂 怎會這樣 這裏是0.5 79.1 0.791 total是 那所以 這裏應該是0.291 那你要查表 那當然了 首先有沒有大問題 沒有大問題 好了 第二幅圖就說些什麼呢 它說什麼 Fall within 2.2 minutes 就說一個Mule A在這裏 接著這個位置 應該Mule A加2.2 另外一邊就是 Mule A減2.2 Fall within 2.2 minutes 就是在說這裏 接著這個機會率是 34% 面積是0.34 即是0.17 0.17 因為total是0.34 好 那送了兩個百分數給你 講的就是這兩樣東西 那我做一次 你想明白多少少少 你一定要畫圖 你不畫圖 有時候你不知我 Standard Spare 的意思是正義的 很麻煩 但是根據不提 目的意思 你也知道 他看一看 Longer 那所以 看一看 這個畫圖就說 那這個畫圖就這樣做出來 那他這樣會擋出 先 好 沒有 沒有這樣 最後就要計 那 為什麼圖會會計 這些畫圖也不計 如果圓立方程 有畫圖 你不要當Va 540 這條圖很自計 一次數我240 原來是沒有什麼動作 這條圖很廢話 這條圖很廢話 那 多說一句 圓立方程 先圓一條 P P 那我寫X X大過241.5 那你要寫 步驟要先寫 就應該大過241.5 就是領於0.791 我先寫第一個步驟 跟著 就要變回Z 變成Z 做一次又不是很難的 做得多你 發覺每次都這樣變的 Z大過241.5 減回MuA 不要背錯這條色 除回StandardValue Sorry StandardDivation StandardDivation 不知道SigmaA 那0.791 那 當然你查表的時候 你不是查0.791 你查0.291 你查0.291 那你記得一下 241.5 減回MuA 除回StandardValue 應該等於多少呢 0.291 查表 麻煩 0.291 0.291 0.81 就玩完了 負 差的正負數 給人馬上game over 是負0.81 所以為何要畫圖呢 原因 你要看清楚究竟 你查完之後 那號碼是正負的 它是負0.81 那應該就有 條equation 方體 我不收拾了 我看看能不能收拾到 條equation 2 但應該收拾到 條equation 條equation 2 但是 表達方法有點怪 equation 2你怎麼寫呢 p x 難道這樣寫嗎 MuA加2.2 MuA減2.2 好怪 還有很複雜 可不可以簡化一點點 其實可以的 我會這樣寫 0小過x 小過MuA加2.2 機會率應該是 0.17 我會這樣寫的 兩邊一樣的 反正 0.17 總共0.34 那當然了 變回Z 那要寫回0 不是人家要當 不是人家要PB的 然後這一邊就麻煩了 MuA加 MuA加2.2 然後減回MuA除 Standard deviation 這個就是0.17 要是查表 0.17 今次正和負 正我們拿正 MuA加2.2 所以你查表 這個簡單一點 2.2除 Standard deviation 查表 0.17查表 那是多少 哇 很辛苦 0.44 正面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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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0.44 查完表之後 那你發覺了 SigmaA是容易找到很多 那我自己就找到SigmaA 反而SigmaA再找到MuA 那就完結了 A part 那我做一次 我見你畫圖的原因 很多學做些複雜題目 真的 做了一下你就做錯了 上次考試都是這樣的 明明平常會做的 但是最後面當下 不知道你時間匆忙 還是不知道做了什麼 那見面 立即查到表 不知道找到 反而有了成績 一間證明 很多古靈精說 又會錯 那我做一次 難聽 難聽 就不難聽 不過 這個 始終要鬥小心 你以為 你 不小心 你不怕 好 有沒有大問題 沒有大問題 那我做MuA了 不是 試試做MuA沒有大字 不想要 你花心之計 麻煩 你不要說我聽錯 我 好了 回到題目 好了 MuA Sig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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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A很容易計 現在多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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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好 咦 下數 渣外 不用寫單位 因為MUA和SigmaA 本身已經有單位 那所以你可以省回 氣 不用寫單位 這些寫了不扣分 不過在Core Max字寫了扣分 M1到這位不扣 A part Normal distribution搞定 B part 好了 0獸 0獸箱 0獸箱 做些什麼呢 拿了一大梯 電池A回來 接著抽sample 小心點 抽sample這個字 又是要打寫12分精神的 無端端考另一件事 sample 20 batch n是20 別人送多n給你 你就要用的了 說真的 那怎樣用法呢 你再看 the branch will be reject if less than 17粒電池 in the sample last longer than 哈? last longer than 240分鐘就reject 這麼脆子? last longer than 240真的怎樣? 知道嗎? 你真是粒電池 壽命超過240分鐘 很正常啊 你的min是多少的 245嘛 我要長過240不難 那當然了 他為什麼要reject 因爲少過17粒電池 20粒裡面有少過17粒電池 的壽命是 少過240分鐘 即是超過240分鐘的數字是正常的 那麼少過17粒電池正常的 就reject the branch 即是太少電池正常的 就reject the branch find the puppy that the antenna will reject the branch of branches 好了 那考什麼呢? 寫了 puppie 考什麼東西呢? 他 小心點 他考什麼呢? 20粒 小過17粒就reject 就像什麼? 像by-law-mio 是不是? 但是我都說個小心點 他抽17粒電池 逐粒電池 還是抽... 不是 他真的要抽20粒電池 逐粒電池 還是抽20粒電池 計下個min呢? 他是逐粒電池 逐粒電池就是by-law-mio 再說一次 小心點 逐粒電的話呢 就是by-law-mio 但是如果不是 他就是驗sample-min的話呢 兩樣不同的玩法來的 如果就是驗sample-min 就是拿了20粒電池出來 計下sample-min 看看sample-min超過240 機會率是多少 如果就是驗sample-min的話 就是考central limiter-film的了 兩個不同的考法 就告訴大家 很多行動都會亂的 但是你看這條題目 這次像玩什麼呢? 像玩一、二、一 逐粒電池 還是拿了20粒電池 鏡頭來過邊之後 看一下 是不是超過240分鐘呢? 你看這個電池很難的 玩什麼? 逐粒電池 還是抽20粒 計算是很難的 逐粒電池 所以是by-law-mio 發比他是 室機無神by-law-mio 你猜他考CLT 已經輸了 是逐粒電 所以你就要計算 一粒電池 長過240分鐘的機會率是多少 接著再打開 by-law-mio-3 和我計算了 少過17粒電池 是小過 少過17粒電池 正常 也不準確 by-law-mio 所以你小心點 可以聽 解釋就是game over 很危險的 自己試一下解釋 拜-law-mio 發絲不難解 發絲拆完拖鞋 才是來的 一條 拆完拖鞋的時候 你叫他用發絲 的解釋 不難解 現在自己試一下解釋 等5分鐘後開箱